法國大家知道為什麼發生戰爭 那就是因為各國拼命的在強調那個 國家至上民族主義 這很清楚的一個發展就會走向大古沙 或者走向戰爭 那在卡默的時代有第一次世界大戰 大家也知道那個成因 那有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家也知道為什麼會打這個戰爭 那戰後 事實上我可以補充一點點 就是看了卡默的自傳 有一段我們可以補充一下 這個我剛才提到戰後1945年的9月開始 8月法國就光復了 9月法國就開始進行一個很大的一個活動 叫做肅清 就是把那個當初跟德國合作的這些法奸 全部抓出來 然後開始算他們的戰 那在這個時期 卡默實際上我剛才講過 他滿關鍵的一個第一線領袖 所以他在1944年9月到1945年夏天這一年當中 他事實上是站在贊成這個處罰 這些當初造成法國將近五年的傷痛 這些不好的法國人 所以他也贊成死刑 然後他應該贊成死刑 當然他是有節制的贊成 就是說那個窮凶惡極的應該是他的處死 但是他因為這個立場 就跟當時法國一個文台一個很重要的人 就說莫里亞克 就說莫里亞克 就發生意見上的真實 那卡默堅持說要有正義 因為這些人真的是對不起國家 對不起民主也害死這麼多人 然後莫里亞克認為說要忍辭 都已經戰爭前術了 然後兩個都開比戰 然後各有各的支持者 那莫里亞克的支持者是有限的 因為他不符合主流民意 因為主流民意 大家痛苦了五六年 每個家庭都有死人 不是戰爭死掉就會餓死 所以莫里亞克的聲音很小 可是到1946年的時候 卡默堅主動表達 他說當年莫里亞克講的是有道理的 他是參加一場基督教的一個座談會當中 他自己不信教的身份被邀請去跟信教的人 談這個神的問題 他也心難去接受 他也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承認說 當初莫里亞克強調說人詞是對的 他講的有道理 那當然我們後面也看到卡默堅的 這個一貫的思想還是反對事情 可是我不能說這個有這樣的一個 完全徹底反對 但是他也支持 我剛才也提過 他也寄請願去一些他的阿拉伯朋友 被法國警方抓起來猝死的人糾情 那麼附帶再講一句話 大家也都知道 這個密特朗在做法務部長的時候 也是執行死刑的 他也贊成死刑 可是他的時間會改變 到了1981年的時候 他第一個鎮定就是被守死刑 那時候我在法國討論的轟轟烈烈的 當然我主流意見都是反對 可是密特朗他很技巧 直接透過國會 因為法國會受費導致多數 利用多數的這個票捲他都通過了 那法國也沒有卡默堅 就是這樣過了 那我們算算時間也可以算得出來 卡默堅1957年寫出這本書 然後1981年會出執行 當然我剛才特別想要 不是卡默堅 卡默堅不是第一人 漸漸還有漁果 還有很多人 那從卡默堅會寫出這麼精彩的這樣一個論述 而且卡默堅寫這本書的時候 實際上花了很多時間 做了很多調查 那寫出來我們都非常辛苦 到現在我們讀起來都還非常的 減脈膨張 而且非常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很有說服力 可是 57年到81年 也經過25年 所以這個時間是 要要要要好的 那再往前推的話 那個漁果是1829年寫的那個 那個指求的日記 到1981年 也150年 所以呢 這個觀念的這個 這個轉換 實際上是需要時間 那我想我們現在資訊這麼發達應該會快一點 加上各位的努力應該會更快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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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兩位做一下今天的結論 在你們做結論之前呢 我要先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到 來到這一個座談會的現場 然後我們也看到 呃搞ệu美女律師 也是現在的立法委員 他全程的一直都都都從開始 一直到現在 就非常 非常 支持這個活動 也非常認真 我想 非常非常感謝他的 那另外我們現場有法國的再代协會的代表 也有英國 大丈夫壞 再代协會的代表 而且我們剛剛接到一個消息 就是今年諾貝爾獎-和平獎-得主持後盟 以及我想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恭喜他们 现在请